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呢是六一 六一是什么呢 六一是儿童节 这个儿童节在中共官媒上面报道了一个什么 说陕西叫赵金 一个什么红金小学 它的这个学生给习近平写了个信 汇报所谓他们学习革命历史的这个成果 那么这个他们身在红色土地 让这帮学生们很自豪 然后学校向习近平表达感恩的心情 据说习近平收到信以后 他就给这些小学生回了信 告诉他们 说是要他们传承革命红色基因 要他们学习革命历史 要传承红色革命基因 这习近平最喜欢把什么 把红色革命基因挂在嘴巴上 他要怎么传承 中国这个从毛泽东建政以来 他对所有的儿童教育都是要这么做 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要传承红色革命基因 那么传来传去 这个革命的班是红二代来接班 是共产党这帮打江山坐江山的绿林草扣 他们的儿女跟他们之间有血脉的人 才可以接到这个班 那些几代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今天谁接到了班 那么高唱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歌的这些 这走过了几代人的这些人 他们只配给共产主义去当炮灰 谁接到了共产主义的班 习近平到今天仍然用红色基因的这种口号 去蛊惑中国现在的小学生 他无非是让中国人把炮灰永远接班下去 大家都知道再过几天就要高考了 高考过去我们讲高考改变了个人人生的命运 而现在的高考考完之后进入了大学以后 四年以后 这些考生们他们的命运有没有通过他们高考改变了人生呢 四年以后这些人就知道拼的是什么 拼的是爹妈 拼的是长相 拼的是酒量 拼的是关系 拼的是自己去作假的胆量 没有任何人去拼知识 在中国不需要有什么这个真才实学 中国即使是国家领导人小学文化就够了 不需要你们什么大学毕业 需要的是你们的爹妈 需要是你们的长相 需要是那些年轻的女生敢不敢跟老师们上床 谁敢跟院长们上床 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中国的一切拼的是什么 拼的都是最肮脏 最无耻 最没有底线的东西 谁敢这样拼 谁最终才有结果 美国这两天明确宣布对中国一轮又一轮的高压已经完全开始 前两天正式公布了对中国13位银行的行长和银行高管 对他们冻结这些人 他们个人在美国的资产 这些资产包括他们在美国已经购置的那些别墅房产 那些海岛上面的那种超黄哈的别墅已经被冻结了 他们在美国所有大小银行里面的存款也被冻结了 那么冻结了干什么 冻结了这些银行存款和这些房产都可能变卖 直接进入房墨 为什么要处罚这13个银行的高管和行长 是因为这13个人违背了美国的法令 不允许跟朝鲜发生任何这个经济往来和业务往来 而这13个中国的这些行长和高管们都分别已经被美国查证做实了 跟朝鲜有发放贷款 有给朝鲜诉讼美元 有给朝鲜诉讼大量金钱 有给朝鲜诉讼大量的经济贸易合约的这些事实 所以对这些人 美国政府直接是打击到个人 因为这些高管们都觉得很冤枉 我们是代表党做的 共产党叫我们这些高管去做这事 叫我们银行行长做这事 我的银行行长又不是自己私人银行长 都是中共任命的 打击你们就是打击中共 只是打击中共不能那么虚的 就是处罚一下建成银行 处罚一下工章银行 罚你个多少个亿 一 美国人没兴趣 不要你们的钱 第二个 罚你们的这些钱 你没有感觉到心疼吗 那反正是共产党的钱嘛 所以直接打击你们这些银行行长 让你们的行长和高管们直接断掉你们个人跟美国的往来 第一个 有绿卡的全部吊销 没有绿卡的停止发放你们 到美国的任何签证 你们已经在美国的财产 不管是房产还是民航的存款 一旅发木 这样中共的这些高官们 中国的这些行长们 他们直接心疼了 肉疼了 大家就可以联想去联国安部的这个高管刘彦平到美国来以后 刘彦平在回国的时候 在机场被美国移民去扣押 然后当场撕毁了刘彦平的护照 也就是刘彦平这个人已经被美国定在什么 定在黑名单上面 刘彦平想退休以后 什么到美国来养老 什么带着妻子到美国来治病 什么跟儿女一起在美国安家 那是完全不可能了 直接就是打击你本人 所以美国现在出台的政策就是 对中共的各级高官 只要是违反了联合国禁令的条令 只要违反了美国的各种限制令 美国直接处罚到中共的这些高官个人 不要跟我讲你什么职务行为 来是共产党安排 你去找共产党 让共产党给你解决 反正你只要定在美国的这个黑名单上面 你是不可能跨入美国一步的 这就是美国具体的对中国实施的又一轮打击 美国在中国实施的各种外贸打击上是一步一步按照步骤来做的 那么我前几天做的节目就讲 美国开始了第三轮打击 第一幕是中美谈判之后 就5000亿美元的贸易之间的逆差 展开中美之间的互相的一个对话 这个对话最终要落实到这5000亿美元 无论是贸易逆差这么解决 还是通过加征关税的方法解决 那么美国对中国开始了第一轮的打击 第二轮打击是直接由美国商务部停止了对中信 芯片的供应一直持续到2025年 尽管这个中方不断地希望化解中信的矛盾 川普也做过某些努力 但是最终中信能否起死回生 还有待于参众两院最终给予批准 那么仅仅是川普努力没有用 第三是美国已经明确宣布对500亿商品 在6月15号开始拿出详细的清单 到6月30号开始对这500亿商品加到25%的关税 那么这三轮打击下来以后 紧接着就是中国对13位银行行长和高管 直接冻结和注销他们个人的资产 注销他们个人得利卡 这就让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整个心不紊了 因为很多人想我们为共产党卖命啊 我们是你党任命的高官 做这些给朝鲜诉讼生意 给朝鲜诉讼资金的事 都是政府和共产党要求我们去做的 这样一动 现在美国直接打击到我们个人很冤枉 因为我进不了美国是我个人进不了 在美国买的房产不是组织上给我的钱啊 哪怕是我贪的钱 但是对外面包装也是算是他私人的钱啊 这现在把我们罚冒了 直接让我们损失啊 就是要让你们这些人本人损失 因为你们损失以后 你们才考虑你要不要给共产党继续卖命 你给共产党继续卖命 有一天正义的惩罚一定是到你的头上 很简单嘛 你那些当困执手的 你那些镇压过人民的 你那些军警人员 你曾经对人民犯下各种血债的 如果到了清场的时候 你能跟他解释一句 我这是党教我干的 这是组织上安排我干的 那时候讲这话没有用 你本人要付出代价 这是文明社会对所有设者的一个文明法则 大家看到朝鲜的二把手就是副委员长 这个叫金英泽 在转乘北京的飞机到达美国之前 被中共拦截在北京一天 跟他做了很多具体的交代 然后他飞到美国来了 他飞到美国很快 就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举行举行了一个会谈 这个会谈很有趣 那么我们看到了蓬佩奥戴的手表是只有十来美元的这个电子表 而金英泽他戴的手表是价值要将近一万美金的 18K金的Omega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朝鲜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但是当这个国家的两个高级领导人坐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形然形成这种对比和反差 最穷的国家带的是上万美金的金表 而最富裕的国家只带着十美元的电子表 因为美国不是跟你任何人比阔的 因为美国的任何一个官员是以自己连接奉工 怎么为国家服务作为自己应当遵循的表赛 而越贫穷的国家 他的官员他的出手越大方 他越阔索 他的钱在哪里来 那是吸人民的血 吃人民的肉 获来的 那么这次金英泽到美国访问很成功 他已经真是受到了川普总统的接见 并且他向川普总统面交了三胖给川普总统的亲笔信 这封信里面 三胖的口气很谦卑 向川普总统一再表达他自己的这个友善认真和热情 希望跟川普总统如期举行美国和朝鲜的这个高峰会谈 那么川普总统看到这封信以后 川普总统也给了金英泽一个极高的接待 同时对金英泽的随喜人员 川普总统都跟他们友好的合影 还喊着蓬佩奥跟他们一起合影 并且川普总统在合影之后 在今天已经在白宫南朝平广场正式宣布 6月12号新加坡跟金正恩的这个会晤不再变了 正式确定 那么川普总统这个确定以后 让三胖这个吃了一个定型丸 因为三胖真怕川普总统再次取消 那么这我们就可以看到 6月12号跟金正恩的这个川经会将会正式拉开序幕 那么朝鲜问题的解决 他仅仅是美国对整个中国俄罗斯和朝鲜 三个邪恶国家希望形成邪恶株心的这个环节里面的其中一环 目前跟金正恩的会面仅仅是川普总统能够谈出川普总统对朝鲜方面 所需要他们契合给出的具体要求 当然川普也讲过 不可能一次性能把所有问题解决 但是这一次的会面 将会成为解决朝鲜问题最重要的开端 那么解决朝鲜问题是一部分 解决中国问题是最重要的部分 从一开始美国就贸易问题就清楚的提出了 对中国的一系列具体解决的具体要求和方案 双方谈判也谈过了好几轮 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那么中方他总是带着扑 磨和美国许下画大饼和美国许下巨大的诺言 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兑现的这种策略 而美国也已经很清楚的看到 中方你这种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难道跟美国准备再拖个两年 把川普的任期拖过去吗 对于美国来讲究的是高职和高效 你谈判不谈判都不影响美国对你中方的制裁 美国不会等你们考虑好了拿出方案以后再跟你们去谈 美国谈照谈 制裁归制裁 所以美国今天出台的对中国五百亿加动关税的这个处罚和这个制裁 就是属于谈归谈 咱们制裁归制裁 那么中国的官媒一个个对美国口诸笔伐 那么也就是习近平肯定就像三胖一样要拿出很多东西来吓唬美国了 那么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管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大家都希望在一个公平开放友好和对等的环境中来实现合作双赢的 但是中国它不是这样想的 它总是想利用美国利用全球市场能够达到中国的这个GDP最大化 同时希望用经济捆绑美国的贸易 那么捆绑了美国贸易以后让美国人尝到了一定贸易的甜头以后 美国对中共的这个制裁打击就会放缓 中共它就可以靠着这个获得巨大的GDP和获得了巨大的美元利差以后 中共能够在这个里面给共党虚名 中国人它的耻辱观和中国人价值观和西方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类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明世界不认为欺骗是耻辱的 但中国人把欺骗当做什么 中国人把欺骗当做智慧 所以说中国人什么你看过去的什么瞒天过海草船借鉴 卧薪长短离间计反间计这些所有的欺骗手段 在中国都把它称之为歌颂为智慧 认为这个是属于靠智慎来获得了这个战胜敌人的这个本事 从来没有认为这些什么这个计那个计它是一种阴谋 是一种耻辱 是相反认为是祖宗给我们立法的大智慧 所以任何文明社会他们都把批评国家批评政府 就认为是对人民有益的 而中国人为什么批判政府批判政党批判国家 就等于是批评你自己就是伤害国家 就是你不爱国不爱党 就是你这个人道德价值观有问题 人一旦批评国家批评政府所有人对他同族比方 所有人认为这个人是给我们产生了致辱 所以中国人说的叫入戏太深 他们总是把自己就当做国家的化身 每一个人讲到国家时候热泪盈眶 他们感觉到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了 那么还回到我刚才讲的话 那么多代人在你戴上红领银时候 共产党都是教育告诉你 你是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 你将来长大是可以接班的 你告诉你接了什么班 你跟共产党要接班 你平民你要想接班 你只有出卖自己的良心 出卖自己的道德 在共产党的这个大官权贵里面 寻找人要夹缝 你如果去坐牛坐马 坐狗坐狼 你混到了一点点狗粮 女青年要想接班 只有跟这些官员们上了床 在床上完成他们自己能够发财成名 能够获得他们自己荣华富贵的梦 在中国 轮到你百姓接班吗 轮到你所谓就是我考上大学 我有多少知识 有多少文化 你就接班吗 中国的班已经预留给共产党的这些红二代太子的 预留给他们自己有红色血脉的人 别的人你就别想了 你爸不是李刚 你爸今天就是是李刚 你也不过是能获得这个权贵里面赏你的一口口粮 中国人总是自作聪明啊 你看这个伊万卡美国总统川普他的女儿伊万卡 最近在中国又赢得了好几个商标 过去川普总统在没当总统时候 他跟中国打官司的所有的商标都是败诉的 在川普当总统以后他有官司开始申诉了 最近伊万卡的几个商标又开始申诉了 中国不断地通过这个方面希望给伊万卡和川普这个家族去投怀送报 他根本就没想到你这种做法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为什么 因为每次伊万卡赢得胜诉以后 川普和川普的家族都受到美国这个都受到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的执行 都受到美国法律的监督都受到美国新闻对他的不断的批判 川普为了每次为了证明自己跟中国没有瓜葛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所以川普每次都下狠手去打击中共 这就跟川普他打击俄罗斯为了证明他自己的竞选之后跟俄罗斯没有关系一样 所以川普对俄罗斯下重手 他对中国今天下的重手 同样都来自于什么 中共给伊万卡诉送了这个商标的红利 给伊万卡诉送了他家族的跟中国的利益 中共以为给伊万卡送个几个亿的好处 川普你肯定看到这个好处 你会对和中共网开一面 其实你恰恰刺激了川普 因为川普是个亿万富翁 他不缺你那几个亿 更何况川普现在要做的事情 你本来中共不刺激他 川普本着美国的利益还跟中国有些谈 但是你现在用这种方式让川普他为了表明他自己跟中共没有瓜葛 表明他自己严正的这个立场 川普毫无犹豫就打进去中国 所以说中国他总是把他 所以中共他总认为所有人都会跟他们自己一样 一旦有人输送利益会考虑利益 但是你在美国人在川普面前 你这一套不但没有用反而有害 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川普将会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他们的高层峰会 在这个期间有可能还会节外升职 因为中共是不甘心他自动出局的 更不甘心他在朝鲜问题上 他不能够施加他的影响 4月9号在青岛会举行这个上河峰会 传说在上河峰会上普京和金正恩都会出席 那么习近平会利用上河峰会再次给金正恩灌一混汤 那么三胖就看你 你是自己选择你自己是实物 跟川普好好谈 能够在川普能够获得你逃命的机会 还是说你依赖于习近平 以跟习近平继续狼狈为截沆陷一气 因为最终的结果要你命的是川普 习近平只会把你送进川普的这个炮堂里 因为现在面临的契合饱和还是保命的问题 是川普给金山唯一的选择题 想保命就要契合 想保和就要丢命 我相信三胖会损失多事 不会上习近平的当 而选择他自己能够保命保家族 保住他自己整个这个家族在朝鲜延缓的这个机会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명在这边的结局 谢谢大家 您友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